这背后的视频就是9月7日下午3点左右 人民国防军联合部队在德林达一省的区域 就是仰光到图瓦高速公路 以夜城为基地的人民国防军联合部队 对行驶的车辆进行检查 我们也看到进入7月份以来 缅甸军方在路上已经是无法控制该区域 大部分的时间都是人民国防军 在此区域进行联合检查 同样是在孟邦的夜城 9月12日下午2点30分至2点45分 当地的人民国防军多纳部队和多支武装 袭击了驻扎在夜城的第19军的第583营 和高棉的591营 击毙了4名军方人员 受伤了7人 这次国防军的多支武装联合行动 就是多纳部队 还有YGF 孟族革命军 MSRF YDF 孟邦革命组织 MSRO KNLA 第27营 联合发起攻击 特别黑色幽默 恐怖军方的分子 打不过人民国防军 他们竟然威胁到人民国防军 如果他们再向他们进攻 他们就要开炮去打周围的村庄 以此来威胁人民国防军 这就是缅甸军人 无所不用的 为了保命的方法 这样的部队 你认为他还能坚持多久 他还能打胜仗吗 下一个黑色幽默 就是9月12日 在泰国一侧 反对党公平党议员 要求泰国政府 对进入泰国的100多名缅甸士兵 进行调查 随后泰国新任国防部长也表示 无需采取行动 就遣返这些军人回国 这个事情发生在 KNLA第六旅和人民国防局联合中队 进攻了靠泰缅边境的军方的557营 这些557营的人 缅甸士兵打不过人民国防局 就赶紧逃离了泰国 为了保命 他们也不管邻国不邻国了 这就是号称强大的缅甸军人干的事 非说不可 第104集 今天是2023年的9月14日 下一期的重要事件 只有东盟的五个成员国 参加了内比都军方领导的 东盟空军会议 这五个国家是泰国 老沃 柬埔寨 文兰和越南 我们也看到 新加坡 菲律宾 马来西亚和印尼 一个区域的一个有公正性的组织 继续的在分裂 这是一个现象 东盟在分裂 缅甸军方也是在激烈的分裂当中 前内政部长索图 就是因为在1月份 他泄露了和打击 CRPH和PDF的秘密会议 还有他接受贿赂被撤职 调任了不重要的联邦内阁第一办公室部长 同样作为警察局长的昂戴敏 还有石改交通警察局长 叫内命教上校也正在接受军方的调查 也有说他们是被受贿 现在军方内部没有钱了 所以军方只能拿自己的这些人开刀 要不然没钱了 这个政权就无法去继续 下一期事件 因为军方在路上已经没有任何的优势 他们也只能通过船运来运送这些物资 给到他们还没被 还没剿灭的部队 这也因为在船上也就成了火把子 这不在9月11日 人民国防军联合部队 使用重型武器和小型武器 袭击了一组6艘军船 这些军方的船只 当时正是在曼德勒地区的大邦金镇 和教苏瑞镇之间向万茂地区运送粮食 攻击了军方船只大概是有三个半小时 随后该军船停靠了上金港 并有两辆救护车前来接走受伤的人员 把他们送往了教级医院 这就是移动的火把子 你们现在看到的这些照片 就是NUG政府为恐怖的军方所烧毁的流离尸所 建造了108顶临时的帐篷 这些临时的避难所是来自于韩国的缅甸民众 资助下修建在石盖被军方烧毁的民众的房屋 他们逃离了当地没办法 生活非常之困难 这也是桥局在海外的民众对缅甸NUG政府的支持 下一个大挂 就是这两天多方面的信息 说明昂山素姬本人可能已经不在人世了 所以这个事件的影响非常之深远 因为苏妈妈在缅甸有崇高的威望 缅甸民众都担心这个事情真的发生了 但是最近几个月以来 各种的声音都是军方发的假消息 我们也看到最早泰国的外交部长来到缅甸 说是会见了昂山素姬 但是没有任何的证明能证明 在短短的几个月有人真的见到了昂山素姬本人 所以各种的力量发出了自己的声音 首先是缅甸民萌NLD也发出了对军方的警告 如果昂山素姬的生命受到了威胁 反军方将承担全部的责任 联合国也要求缅甸军方释放昂山素姬等这些政治犯 所以现在各方的缅甸的力量都敦促缅甸军方拿出证据 证明苏妈妈本人还是健在这件事情 同时昂山素姬的儿子也表示 他非常担心自己的母亲 昂山素姬的小儿子金埃克告诉路透社 他非常担心78岁的自己的母亲的健康 他也说到他的母亲患有牙龈炎和牙痛 都无法得到军方的医治 他非常担心他的母亲的健康 目前军方只允许昂山素姬在监狱医生的检查 而不允许接受外部牙医的治疗 他的小儿子也说到军方正在散布 他的母亲被软禁的虚假消息 只是为了与国际社会和解而散布的这些狭交情 误导国际社会 所以昂山素姬真实的健康情况 我们拭目以待 看看缅甸军方如何来圆这个谎 随着时间的推移将要逐渐的揭开真实的情况 这期节目就到这 感谢大家对飞哥的支持 我们下集再见